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关于赢和输的故事 一个和尚他上山斩柴回来的时候 在落山的路上 他发现了一个少年捉了一只蝴蝶放在手里 而少年看到和尚就说 他说 和尚 我们打赌 和尚就问 怎样赌法 少年就说 你说我手里的蝴蝶究竟是死的 还是活的呢 如果你说错了 那你带着那盘柴就属于我了 和尚同意 于是就开始猜 我想你手上的蝴蝶是死了 少年就大笑起来 然后就说 和尚 你错了 少年把手张开 蝴蝶 即刻就从他手中飞了出来 和尚就说 好啊 这盘柴就属于你了 说完 和尚就放下了这盘柴 就是开心地走了 少年不知道和尚为什么这么高兴 但是看着面前的这盘柴 他不假思索地 高高兴兴地把柴担回家 而父亲问起这盘柴的由来 少年就如实地说给父亲听 而父亲听了儿子说完之后 突然间就伸手给了自己儿子一巴掌 然后就说 你啊 实在很糊涂 你真的以为自己赢了吗 你看 你自己输了 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输 少年一头无水 不过是你一刻父亲 就命令少年担起柴 而父子两人 就一起将柴送回去寺院 少年的父亲一见到那位和尚 就立刻说 师父 我家的孩子得罪了你 请你原谅 和尚点点头 微笑不语 而在回家的路上 少年说出了心里的疑惑 而做父亲的 顿时就叹了口气 接着就说 那位师父说蝴蝶死了 你才会放蝴蝶 赢到这一口柴 师父 如果说蝴蝶仍然生的话 你就会弄死了一只蝴蝶 那也能够可以赢到那一口柴 你以为师父不知道你的算盘吗 人家输的是一口柴 而你输的就是慈悲 赢 输 赚 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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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上都磨着我们的一生 时时在我们以为自己赢了的时候 其实可能我们输的是更多 我想到这一口柴 也不想到这一口柴 就是你 这一口柴 要想到这一口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